沙中線紅磡站越台鋼筋問題 港鐵昨天將報告交給政府之後 主席馬時亨和管理層今天早上電台解話 他們說有信心港鐵前線人員 提清了鋼筋沒有問題才簽署確認 港鐵又說搜集證據時遇到很多困難 認為特首成立委員會去調查是好事 陳耀忠報道 紅磡站越台工程究竟多少鋼筋被人剪短過 凡信說有些情況在禮頓要求下會剪短 但實際有沒有剪過,哪個剪 在港鐵提交給政府的報告,疑團還未解開 港鐵主席馬時亨說搜集證據遇到很多困難 認為特首成立的委員會去調查是好事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見了這麼多人 希望他們說出事實的真相 但是我們有很多制裁 聽說你們都耐禮頓不可 因為我們沒有法律權力 有時候好像我所說,去到這些點 他們當然有些法律顧問叫他們不要說這樣 不要說那樣給我們聽 鋼筋接駁位有問題 中科去年年頭向禮頓投訴的內容 港鐵沙中線的建造經理同日就收到 據了解包括了兩張照片 拍到穿著禮頓制服的人剪短鋼筋螺絲頭 最後這封電郵,港鐵管理陳之中 只是上報至黃維銘 為什麼之後覺得問題已經解決,不用上報呢? 但是這些違規工作其實我們在2015年 我們的前線人員已經察覺得到的 但是我們收到這個消息之後 在2017年1月,我們就有情報到我那裡了 那麼在2月,我們就根據這個核實的報告 不論是禮頓或者我們自己核實的工程人員出來 就是當時這些情況我們就發現 但是都是根據那個制度上面,監察的制度上就做好了 月台陳版連接連續牆的2萬3千多顆螺絲帽 總承建商禮頓都有工程師簽署確認沒有問題 港鐵都抽查了兩成 怎樣確定這些地盤監督是看清楚鋼筋沒有問題才簽呢? 他簽了下去的話,如果發覺得到 是那個施工上面不跟這個圖織組呢 他是要受到這個刑責上面那個調查的 你叫我簽的,簽的那隻是負刑責的 那你們是信你們的前線人員,你們的監工人員 真是有做足功夫和做好工作? 當然 我對前線人員很大誠心,他真是做好工作 三個人出席完電台節目之後都沒有回答記者提問 港鐵公關解釋是要趕聚開會 有線Liz記者陳耀忠報道 有線Liz記者陳耀忠報道 有線Liz記者陳根